习近平与中国悲剧的未来第一部分 作者宋国诚 世上从来没有英明伟大的领袖 只有被神话且权力不受约束的野心家 2022年4月27日 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刑多数通过 评估习近平的干涉和颠覆法 英文缩写刚好是X-Sact即轴心法 很凑巧 这个简称正好类比二战时期德伊日洲新国 也类似2002年1月 美国前总统小布氏过亲自文中 以邪恶轴心X-Safiq 指称包括伊朗 伊拉克和朝鲜等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 为灾 习近平将冠名登上美国法律 享有连二战时期受到世界最高敌视的希特勒 都无法获得的政治待遇 然而 此以驱逝绝非中国之福 而是中国悲剧的未来 这种中国悲剧 既非承包也非代工 而是中国制造 也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尽管法案续经参众两院通过 并经总统拜登签署才生效 法案也以进行式的评估 而非反对或制裁为执行形式 重点已在监设俄乌战争期间 中国是否偷驻俄罗斯 以致破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行动 但以他国领导人冠名一项负面性法律 在美国法律史上实属罕见 由此可见 法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很强烈的个人针对性 也显示美国对中国已经忍无可忍 中美关系将持续恶化 难以回春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 2022年5月23日起 新华社推出了五世纪的微影片足迹 一路走来的习近平 内容跨越40多年 习近平的从政经历 很显然 这是中共在二十大以前 对习近平的早神运动 据香港明报报道 习近平在十九大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 将在二十大获得领袖的尊称 也就是进毛泽东之后 第二位获得领袖称号的党国领导人 毫无疑问 习近平被视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 不仅强力统治中国 更想改变国际 称选世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5月26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政策演讲中 把习近平定义为对内压迫 对外好斗的独裁者 特别是习近平以中国崛起而断定东升西降 断定专制必将战胜民主 进而敌视西方 对抗美国 压迫台湾 并且在俄乌战争中 支持侵略的俄罗斯 乃至与流氓政权结合 沆瀉一气 同流合污 三个习近平 各个不相同 习近平有三个 一是福建时期 二是浙江时期 三是北京时期 三个时期 各不相同 福建时期以清明著称 我在这一时期见过习近平 其人低调沉稳 城府很深 但也能轻松漫谈两岸关系与台商投资 浙江时期以勤政文明 仅于调研与插访 然而 北京时期则完全变样 以刚毙子勇 独断专行而名扬世界 面对当前这位国家领导人 中国境内无人愿意劝说改变 无人斗胆说出逆耳中言 人人揣摩上意 加码调钟 一般预估 习近平将在2022年秋天 顺利续任第三任期 未来五年或十年 习近平将决定并改变中国的命运 在一人独揽中国发展道路 一人凌驾法律之上体制下 中国未来的命运将是一场零和游戏 一个一人独尊与一无所有之间的战争 一场自权孤立与师对决的生死对抗 进入北京权力巅峰的习近平 对照于福建经验和浙江施政的习近平 判若两人 在北京围绕在习近平身边的智囊或测试 大约有三种人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反美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纯粹武力的军事冒险主义者 这三种人合成了一种思想 习近平主义 一种硬汉打铁 一种标决为我正确 一场号召民族复兴 而称霸世界的梦幻族曲 习近平的新毛泽东主义 习近平主义是一种反邓小平的新毛泽东主义 这里所为新 是指习近平将把猫的阶级斗争国际化 把猫的反俗修道转为联恶反美 把邓的韬光养晦道转为战狼外交 在经济上把邓的市场社会主义 扭转为党国资本主义 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主义 这种混合了大一同意识 专制威权政体 民族沙文主义 旷热爱国主义的大杂烩 一举扫清了邓小平以来 主张市场开放 和谐世界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派 抛弃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的立新外交 打击所有妄议中央的批评家 压迫非汉的少数民族 不断升高两岸军事紧张 豢养一群御用学者和五毛粉红 打击以马云为代表的创业资本家 坚持清零却清除了 视百姓如雏狗的官僚嘴脸 造就了十四亿听党游民的韭菜百姓 以及一个被视为世界公敌的新中国 习近平主义 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以西方的语言来说 习近平主义又叫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最大的两个特征是 独裁与好战 意大利哲学家安伯托 艾克1995年在纽约书评发表 永在的法西斯主义一文 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特点 包括把意义视为攀国 反对外来者 对传统的狂热崇拜与拒绝现代思想 排斥多元与差异 用阴谋论让追随者产生危机感 男性沙文主义 喜欢展示武器的英雄崇拜 领袖主导的民粹主义 以教条压制独立的批判性思想等等 所谓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是这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如下争状 以反腐为名 而肃清政敌和打击敌对派系的政治斗争 解构集体领导改以西核心 为最高领导的一人领导制 不容分享权力 不许批评 只能重心捧约的共产党专政 崇尚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的英雄主义 高举毛泽东唯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唤星天的领袖崇拜 强力压制并把异议知识分子定为叛国者 以东升西将为口号的反西方路线 建立世界一流军队 能打仗 打胜仗的强军扩张政策 以强调集体服从 漠视个人生命价值的高压维稳 以非证据和非针对性的犯 反恐为名 在新疆镇压维吾尔族人的国家恐怖主义 以社会信用为名 广布街头监视其辩识人脸的社会管控 坚持病毒清零的粗暴防疫与践踏人权 网络监控 善好 屏蔽 封锁真相 压制反对意见 挪制公民记者的数位极权主义 编造一个历史虚无主义名词 打击一切与党不合的学术争名 以说好中国故事为名 实则制造假信息 假故事 试图解构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外宣 载入教科书 人人背诵习思想的个人崇拜 换言之 习近平主义 完全符合安伯托艾克所述的 法西斯主义内涵 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习近平为何仇视西方 尽管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受到了毛泽东极不公平的待遇 包括政治上反党的诬陷 以及尤界势众的羞辱 但习近平依然对毛泽东 抱有斯德哥尔摩效应的人格崇拜 凡是求过硬于大权 重视权力于控制 坚持反美地 具有强烈的唯意之论色彩 其对防疫清零的坚持 犹如当年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顽固 基于一种党国领导人 绝不可批评的思想 在十九大六中 全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 颠覆了党史上对毛泽东 错误的评价 采取了闻过是非的立场 作为红黑兼具的正二代 习近平不是常人 而是一个党人 性格上具有很强的控制欲 虚荣心与排外性 在其所有谈话与政策中 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控 防控 监控 管控 严控等等 即使例如青少年 每天应该花多少时间 玩点玩游戏 他要管一管 男性一人是否过于女性化 也要管一管 在这种全面管控之下 中国已成为十四亿国民 一种习近平思想的一言堂社会 习近平认为 党性 党权 党计 党风 党魂 应该超越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个人的价值必须覆随或绑定在党的辉煌之上 个人在党的面前是渺小的 微不足道的 也就是党性高于人性 党权高于人权 他对人民对党绝对忠诚的要求 已经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欲望 因为这是所有集权统治不可或缺的人性 材料 而所谓党性 没有别的 就是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无条件听命于党中央 西方社会所谓普世价值 言论自由 人权保障 多元主义 习近平一律视为反党思想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国 不需要西方人权交视野 就是一句仇视西方的陕西土话 所谓西方就是反华 习近平并非不读书 但读的只是例如联共党史教程 毛泽东选集 习仲勋传等等 鲜少涉猎西方经典名著 知识框架停留在文革时代唱红歌 样板戏的工农兵水平 以延安窑洞砍世界 以苏联解体的经验制党管党 以静岗山经验制过力政 以长征思想 抗美援朝塑造爱国主义 习近平缺乏吸血素养 对西方社会的正面行论是不足 不玩民主科学 缺乏对西方价值的基本尊重 因而养成了一种系统的西方敌对论 在习近平眼中 西方是一个十九世纪观点 西方就是境外反华势力 是一个堕落世界 敌对领域 反华阵营 是欺误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凶手 是阻碍当今中国发展的顽固仇家 在中国肌弱不振之时 中国被迫学习西方 取救西方 但在中国强大以后 中国就必须反制西方 对抗西方 在习近平脑中 充满超音感美 世界大国 东升西降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等等词汇 甚至以为有了十四亿只挨国应生虫 外加血脉坟张的五毛 就可以击败美国 称霸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